靈魂的力量成就生活的美学 大家好 我是觉醒研究所的Nemo老师 那来到我们的十分钟玛雅立法学 玛雅立法的爱情观 各位不知道你们听了三集之后 有没有些什么想法 有没有对应到你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你自己有被我讲到呢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下一个图堂 我们要讲的是黄种子人 那各位一样 如果你们对于这样子的题目有兴趣 或者是你们又是玛雅立法的小白话 请你们先下面的链接 先去搜寻一下你们自己的玛雅立法盘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那首先呢 我先稍微来跟各位介绍一下下 黄种子人的一些主要的特质 那黄种子 你们听他的名字就非常清楚知道 他就像是一个从土壤里面 刚刚生出来的一颗小幼苗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们的在他们的关键字里面写什么 就写了他们想要开花结果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们对于就是 他们其实很害怕未知的感觉 因为他们常常就是 就像是种子埋藏在土壤里面 他不知道哪一天他的养分够了 他才能够突破那一个 那个种子的力量 所以你会发现 黄种子人他们非常热爱学习任何东西 你会发现他们无限循环的在做学习 我今天学完这个 我明天学那个 然后后天又再去学那个 然后而且有时候他们一样东西去学完 例如说像我曾经有很多黄种子的一些学生 然后他们在学玛雅力法的时候 他们学完之后 其实他们不敢让自己出师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我好像能力还没有见备 那我是不是还要再额外再去学些什么东西 我还要不要再来些什么 我还要不要再多些什么东西 然后一直不敢让自己进入就是 跟人家帮人家用玛雅力法解盘啊什么之类的 那在各方面也就是这样 例如说去学英文啊学音乐啊 他们怎样就是学到最后 他们都不觉得自己学得够 所以就会不断的在那个循环当中 一直说一直做学习 所以通常当我看到有黄种子人的时候 我非常常常的会去提醒他们 记得在 例如说你来学习玛雅力法 你要设定你学习玛雅力法的最终目标跟目的是什么 因为黄种子人是很在意自己的那个目的是什么 如果说我想要成为一个玛雅力法的解读师的话 然后呢 你可能要去设定说 我多久内学完我要找哪一个老师学 我又没有学到看书 我又没有需要多少的智商个案 然后我又没有需要多少怎么样 之后开始收费 然后去设定这个目标 那你们设定完之后 我不太建议那个黄种子人去修改你们自己的设定的内容 因为你们通常会设定非常多的 就是我要就是你们的学习已经够多了 不像是有的人是还学不够就要出来去 开始去帮人家做很多事情 你们不是的 你们是会设定很多 甚至可能会找两三个老师 所以我不建议你们再额外增加 那你们一定要跟自己讲 如果你们学完了 就一定要move on往下一个部分去 我现在已经学完了 那我要开始去找身边的朋友 鼓起勇气去尝试 让自己去尝试去跟他们做一点基本的智商 黄种子人最怕就是这种阶段的转移当中 他们不敢转 所以就会退回去 那我可能自己 他会找借口给自己 我有可能还是学不够 那我再去多学一点点 然后再来多一点点 再怎么样多一点点 那就他就一直在那个循环当中 我就一直学习 学习 可是我们的人像是会走的 我们的 我们的 时间也是会动的 那你一直停留在学习过程当中 然后你其他的朋友都已经往前跑了 那他们就经常会处理这个状态 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们也比较喜欢就是小日子啊 然后就是不要有大起大落那种感觉 因为他们觉得小日子对他们也是一件非常没有压力的感觉 那也是因为这个样子 他们的野心也比较没那么多 因为他们蛮随语而 就是黄种子人是蛮随语而安的 所以他们通常还蛮谦虚随和的 那当然他们的谦虚背后还带的是一些 因为对自己的没有自信心 甚至是还带着一点点的 就是对 嗯 除了对自己没有自信心之外呢 还有一些就是 嗯 他们就觉得自己是一个 团队当中的一颗小螺丝的感觉 那他就觉得说 我 但是他们不是贬低自己 他们知道说这个团队也不可以缺少我 可是他们就会觉得说 我就是默默的在旁边一个人 然后默默做很多很多很多 然后大家如果有发现我也没关系 没有发现我也没关系 他们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性格的人 那他们很喜欢就是我学完一些东西之后 我 因为这些东西 我可以给这个团队一点点小小的贡献 他们就很满足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跟各位讲说 黄种子人其实是很喜欢过那种小日子啦 或者是 也不要讲乡村的时候 就是每天很平静的小确幸 小日子 然后呢可以跟一个伴侣家安安静静文文的过一辈子 是他们非常追求的一个生活 那也因为像刚刚这样讲的 所以他们是非常的谦虚非常的随和 他们的随和背后其实带着一些原因是因为 他们 像刚刚一样讲 就是他们会不断的卡在一个 一直不断的学习的循环 所以很多人经常会逼他们说 欸你要不要再往下过你已经学很久了 所以他们不喜欢被人家强迫被人家逼的感觉 相对的相对的 他们也不喜欢去逼别人 所以呢他们就 把自己 因为他们站在别人的立场上 所以他会觉得说 那我就是随和一点点 别人想要什么就什么 别人想要干嘛就干嘛的那种感觉 好 这个就是黄种子人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特质 那因为这些基本的特质 他们的爱情观会是怎么样的 我跟各位讲 如果说你是一个大男人或是一个大女人的话 我很推荐你们找的对象是找黄种子人 因为他们通常都是小男女人跟小女人 然后会依附在你小旁边 然后安安静姐 他们也不是不一定是撒娇型的 可是他们会喜欢追随另外一般的步伐 各位你们就知道 这个跟阴阳一样 如果一对关系两个人都是阳性能量 那两个人都是想要主导这段关系的话就容易吵架 两个人如果都是阴性能量 就激浪不出火花 所以一定要一个人是阴性能量 一个人是阳性能量 那黄种子人就会比较属于阴性能量 因为他们喜欢跟随另外一半的步伐 甚至有时候他们看到另外一半开心 他们就开心了 黄种子人通常都有这种特质 所以如果说你们是一个大男人大女人的话 我非常推荐你们去跟黄种子人交往 但是你们就要非常清楚 因为他们就是小女人的感觉 所以有时候他们也比较会展现出胸无大事的感觉 因为他们喜欢追随小日子 所以他们就是比较主内的那一个人就对了 如果你们可以接受这样子对象的话 我非常推荐你们跟黄种子人交往 那第二个因为刚刚讲的那个小日子的关系 所以黄种子人是非常喜欢甜静安逸的一种相处模式 他们不喜欢大起大落 像刚刚那个蓝叶人 像刚刚蓝叶人 他们会杀着你突然想要干嘛 像那个刚刚讲的那个洪天行者 他们也是突然之间他就觉得说我要干嘛 我要这个我要干嘛 那黄种子人不喜欢 他们喜欢就是早上悠悠的起床 然后跟你一起坐在沙发 然后发个呆 然后问一下说等一下我们怎么要不要出去吃个饭 然后吃个饭然后去喝个下午茶 然后去成品书局逛一逛 然后看个电影 然后牵个手 然后回家的时候就牵个手 然后依靠在对方的肩膀然后就要回家 这个是他们非常喜欢的一种生活模式 就是这么的甜静安逸 所以如果说你们像刚刚讲你们是一个大男人跟大女人的话 我要非常的跟黄种子人讲是 你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下 因为你们喜欢的伴侣是大男人跟大女人 那大男人跟大女人有时候会把时间花在很多的地方是花在工作上 那就太少跟他的相处时间 可是黄种子人是非常喜欢这种跟另外一伴相处的那种 那个甜静安逸的那种相处模式 所以你们一定要要记得跟他们相处 要拨出时间跟他相处 因为他们内在内心只要求这些 他们不会跟你要求太多 那你一定要给他足够的这种 跟他老夫老妻 也不知道老夫老妻 就是他们也不知道老夫老妻 就是小夫妻的感觉 然后好好相处的那个模式 他们就会非常喜欢 那黄种子 因为他们 你们就把他想象 他有时候就像是一个活在一个土壤里面的种子 所以就眼前一片皆是迷雾的感觉 所以黄种子 有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就有点像是巨蟹做样 就是会有点忧郁忧郁 那其实他不一定不开心 他只是有时候内心就是質疑说 那我的人生到底要什么 我到底追求什么 因为他们像我刚刚讲 他们长期就是在一个漩涡跟一个玄环里面旋转 他们走不出去那个玄环 其实他们往外走之后 那个迷雾地 就像我们在玩那个游戏 迷雾地图就会往外扩 可是他们就走不出去 所以他们会自己困住在那边 所以呢 他们非常喜欢被人家关怀的感觉 哎呀你最近怎么了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了解 而且他们那种关怀是 他们希望你给他带来安全感 带来就是 他们要是安全感不是push的感觉 因为他们不喜欢被人家一直强迫 强迫他要干嘛干嘛干嘛 可是说真的 就算你强迫他 他也不会表现出他不喜欢的感觉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 他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 所以你要怎么样对斗 好吧那你就讲 可是他们内心还是会有点受伤 只是他们不太会去表达出来 所以你们的关心关怀 就像刚刚讲的 非常的甜静安逸的生活 然后突然你们可能今天一整天走 说那你最近干嘛 有没有什么事情啊 然后好好的跟他聊一下 他们也喜欢这种淡淡的感觉 等于就是 他们喜欢 呃 出 也不是出场 但是那个就是 就是食物的味道不要太重 不要重口味的 他们不是重口味的图腾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给他那么多 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介绍的黄种子 如果你是黄种子人 或是你身边也有黄种子人的话 非常推荐你们 好好地了解自己 好好地了解身边的这个人 那如果说你们已经是交往对象的话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他 我刚刚 像我刚刚讲的这种内心状况 那你们可以 好好地去跟他们聊聊天 看看他们有没有些 什么想法啦 或者是他们有没有什么内心的 需要你跟他push的啊 或者是像我刚刚讲的 大男人小女人的一些状况 那如果说各位你们对于这样子的十分钟 介绍玛雅立法的这种课程 很有兴趣的话 各位你们也可以到时候去加入我们的Podcast 如果你是习惯 就是直接听声音的话 我们也会上传在Podcast 那连接在下面 那让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请你们去点阅 非常感开心 大家今天来聆听这一集的这个课程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也可以给我留下任何建议 非常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